ICZ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切拉姆的豪宅 這個豪宅是由我 姨爺跟奶奶在這邊做維護的 現在其實這台是H2R 他是H2跟H2R可以做切換 總之這台車不是重點 看一下应该是从这里进去 太久没有回来了 再往前面一点 到这边有个门 进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喷水池然后左边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卡车 把这个模组连头发做的好细致的感觉 然后 这个大门口可以挽出去啊 那个葡萄园区有没有 风景真是太漂亮了 这个卡车呢 已经报废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去处理 改天再帮我爷爷 买好一点的车子 这个花盆的是我奶奶最喜欢 浇花的地方 介绍一下 两位老人家了 我爷爷 然后奶奶 为什么中间要分开啦是要让我做吗 OK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是 后花园啊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啦 那个窗户可以看出去啊 是 可是我觉得 小偷随时可以搬墙过来 不太保险 这边也看到我的办公桌 这个小型的草皮呢应该是可以 养一只可爱狗狗和猫咪啊 我们看完这个一楼的部分我们直接进去里面看一下好了 进来呢就是洗手间这个厕所 以格局来讲这样其实不太好 肉财然后这个一进来呢就是 的健身房 需要该练一练的 OK然后这个是淋浴间啊是吗还是放衣服的 应该不是淋浴间啊因为他没有洗手台之类的东西 有点窄啊 好窄啊 应该是放东西换衣服的地方 这边有电视机 大包累了 我进去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这里是 小型打gain的地方啊 小型沙发区 上去啊 我看到柱子 他是实木做的 然后这里可以看外面的风景 看到我办公桌的样子 等一下我看看啊 为什么外面可以看进来这边看不出去啊 这感觉好像随时会偷看的 这边也是一个实木啊 这算是小型的餐桌啊 这边是厨房 随时在这边可以自己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还有什么啊好可爱的沙发区啊 什么都沙发啊 没有电动啊 但是我把电动带回来玩好了 没有点唱机 年轻人应该没看过点唱机啊 需要黑胶唱片才可以放 我们先去到二楼啊 楼梯要上去一下 嘿嘿嘿嘿 为什么这样啊 他没有扶手是不是 而且还出不去你看 卡住 什么啊这好歹做篮杆吗 不行啊 掉下来呢 他怎么过去啊 不会吧用就卡住 先把我自己拉出来 不要再掉出去 慢慢的走 这一段是要用爬的 上来之后有小型的走道啊左边都是 玻璃啊 然后这里是小型的花园 那素质也穿过来了 OK这是我的小型的卧室啊 应该不算我的卧室啊 算是我爷爷奶奶的 卧室他们常常坐在这里 他也不用太大对不对 这是我家 这算是小型的中庭啊 可以看到下面的样子 可以看到门口 也进来都知道啊 这是我的主卧室啊 一看到就是 这是男生的卧室嘛对不对 还有土龙水 是项链吗 这边应该就是领域间吧 我的 帅气的眼镜都在这里 也不想带 再带 看看这浴缸 浴缸 放在这里有点怪 面好淋浴间 那个是 Oops 这个是 我时常打扮的地方 还可以在这边喝个红酒 OK这小型豪宅大家介绍到这边啊 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要介绍了 他不都长这样子啊 这小龙汤包的那个龙子吗还是什么 看不太出来什么东西 不能爬出去 OK 豪宅就要到这边喜欢吗按个赞好不好 还没订阅赶快订阅我频道 帮我偷偷分享推广一下 我要在这边做一下啦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Zither Harp 大家可以 看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